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开始中部以北高温不会超过15度 明天晚上一直到后天是最冷的 台南以北的最低体感温度 告诉大家只有6度而已 请你一定要做好保暖 不要感冒了 而天气冷 韩国有吃狗肉进捕的习惯 我们看到了这场跨海救援 救了64只狗狗 没被吃掉 幸好幸好 看到了就是国际人道协会 他们知道了这个狗肉的繁殖场 那么一开始他们就是坚持 吃狗肉是韩国的传统 我们要吃 但是现在因为年轻人的接受度越来越低了 总算说服他们配合 把这些狗像出养一样 送到美国过好日子 狗狗被关在繁殖场狭窄的铁笼内 深思历劫地叫着 这就是一种一千多的核草 在中国的一只吃黄金猎犬 被关在环境不佳的笼子里 看到有人经过就兴奋跳起 随着年轻一辈的韩国人 对吃狗肉的接受度越来越低 南韩不少狗肉繁殖场 纷纷想办法转型 上月底协会从南韩的狗肉繁殖场 救出64只毛小孩 送抵旧金山湾区的收容中心 他们可以无限期住在协会 不会面临安乐死 但工作人员还是希望 给狗狗们一个家 彻底杜绝吃狗肉的习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至于放逃国生态部长 最近希望大家不要再吃一种 巧克力榛子酱了 其实这种在台湾还蛮常 也可以买到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要制造它是要棕榈油 棕榈油就要砍掉很多的树 去种这种树棕 而印尼作为一个最大的输出国 在过去的20年间 他们所失去的林木的面积 竟然差不多是一整个德国大 这种叫做Nutella的 巧克力榛果抹酱 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 它是意大利品牌 Ferrero的摇切树 他们家还有这个产品 台湾人也很熟悉的 金沙巧克力 但广告里没有说的是 抹酱里最大的成分 其实是棕榈油 棕榈油树长这样 它的种子可以提炼出大量的油脂 然后再制作成各种食品和日用品 超市里至少有一半的东西 都有棕榈油的成分 就是因为便宜又好用 农民大量砍伐热带雨林 改种棕榈树 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 光是2009到2011年 短短三年就有大约 30万公顷的雨林不见了 相当于每天有10个大安森林公园的雨林被摧毁 其中印尼受害最深 农民砍掉雨林 用火根的方式清理林地 成为雾霾的元凶 印尼每年种植上千万公顷的棕榈树 棕榈油产量高达3000万顿 但钞票落了贷 人们付出的代价更高 雨林消失 全球气候变迁 甚至栖息其中的生物都被杀死 这恐怕不只是中国抹匠的问题而已 所有大公司的棕榈油 到底如何取得 有没有破坏环境 需要更多的监督 体育员新闻最后报道 而你有没有这种看不到的病呢 因为追戏被禁之后就焦虑了 最近台湾有金城哥一时发现 大陆网络剧一出叫做上瘾 那么因为后来被禁的关系 有些人真的看不到 然后他上瘾了就犯焦虑了 那另外怎么样叫上瘾呢 如果你每天要看两个小时以上 那就算是追剧人 就算是上瘾了 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压力大 不论是美国热门影集纸牌屋 还是最新韩剧太阳的后裔 都让影迷们宁愿牺牲睡眠 也要紧追剧情发展 但美国最新研究显示 追剧人生会谋杀你的健康 受视民众当中 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 产生压力大和焦虑症状 轻微的失眠睡不好 严重的则容易引发忧郁症 许多人把看影集当作放松 一次看一集不过瘾 遥控器舍不得放下来 看到最悬疑的地方突然喊咖 连做梦都会想着男女主角 想要放松 精神反而更紧绷 日夜追 晚夜追 正常人生都扁了掉 有趣的是研究人员说 不知道是因为压力大 才会出现追剧行为 还是追剧之后才导致忧郁 其中的英国关系还不清楚 但已经确定两者有正相关 随着科技发达改变电视产业 追剧的人让影集供应商赚进不少钞票 但专家提醒 绝剧就像是慢性中毒 建议适度就好 不要过度沉迷 伤害身心健康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说自己是勿用禁药了 没有意外的沙拉波瓦在承认药姐没过关之后 他的商业代言三大赞助商都立刻跟他切割了 包括Nike 包括了豪亚表 包括了德国保时捷Porsche 其实有人在分析说Nike这次算蛮狠的 这跟他切割的非常的快 比起其他运动选手来说 反倒是小维莲斯 这过去在场上的宿敌 在这个时候 始终送炭 运动大厂Nike开了第一枪 率先宣布和沙拉波瓦终止合作 坦诚要解没过关 丢掉的不止他的网球生涯 过去捧着银子上门的赞助商 纷纷跳出来切割 德国跑车品牌保时捷随后跟进 声明直到有进一步可以分析的细节出现之前 他们选择暂停沙拉波瓦的品牌大使合约 沙拉波瓦佩戴瑞士品牌豪亚表的画面 未来也暂时看不到了 专家分析厂商这么做跟道德无关 一切都是在商严商 就连沙拉波瓦自行创立的糖果品牌 销量恐怕也会遭殃 坦诚要解没过仿佛成了过街老鼠 没人敢帮枪 倒是网谈塑底小维莲斯给予鼓励 沙拉波瓦今要风波震撼体坛 后续影响仍在持续发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沙拉波瓦已经说了他还没有想要退休 但恐怕形势比人强 本来离开球场的他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 包括他本来肩膀就有伤 包括了即使非常漂亮非常厉害 可是在情场上包括了跟男歌手跟男选手谈恋爱 几段感情都无疾而终 另外是他自力自强创业 本来成绩也很不错 去年说赚了近3000万美元 但现在的声势一下子面临崩盘 听到球场上气势惊人 充满爆发力的吼声 就知道是沙拉波瓦在打球 这位拿下五座大满贯的漂亮宝贝 第一次展露头角 是在2004年的温富顿球场上 沙拉波瓦当时才17岁 就击败小威廉斯 一战成名 不过他没被盛名冲昏头 一直保持竞争力 因为我有个理由 沙拉波娃以每兩年 一個女單冠軍的好成績 邁向職業生涯高峰 但肩商卻讓她重重摔了一跤 雖然養傷期間 排名一度掉到百名之外 但她積極復健 從小型賽事復出 慢慢找回手感 艱辛過程 從十二歲 就跟在她身邊的經紀人 全看在眼裡 我當時她有軍事療療 我當時她醒來 我看到她的第一次療療 我看到所有困難的時刻 我聽到所有記者寫她 不過唱衰她的人 都在2012年跌破眼鏡 2012年沙拉波娃拿下 髮網女單冠軍 完成生涯大滿冠 在網球開放之後 全球只有十位女性獲得這個殊榮 但球場上揚眉吐氣 情場卻總是失憂 她曾和魔力宏主唱亞當交往 被南方狠甩 跟虎人隊球星佛陽契克 一度論及婚嫁 但最後還是因為 聚少離多告吹 又和小四歲的保加利亞 及網球選手交往 卻因為南方投持分手 雖然總是託付錯的人 但沙拉波娃的投資眼光 從來不出錯 靠著拍攝雜誌封面及代言賺進大筆鈔票 還被副筆師雜誌選為2015年最賺錢女運動員 光是去年一年就進賬三千萬美元 從名車到名表精品 還有礦泉水都看得到她的身影 她還投資五十萬美金 自創糖果品牌 沙拉波娃把比賽和經營事業的成功 歸功於持續不懈的努力 雖然近一年來表現不如預期 被外界懷疑可能要退休了 她則是這麼回答 有人說在我的抵抗會議 後來我贏了英國的開場 我現在已經有了全部 你已經有了四大堆 你已經成為第一 你已經成為了一名 你已經成為了一種成功 然後我問什麼 我現在要做什麼 你現在想要我退休嗎 這不可能 在代理人來看 這是兩個美式足球傳奇的運動員 他們完成了史上最遠距的達陣 難以想像是在一萬四千英尺高空 開始搶球開始 最後可以降落地面 然後達陣 美式足球超級明星就定位 美式足球超級明星就定位 即將在一萬四千英尺的高空開梯 漂浮在空中 想要抓住球可不容易 到底是誰讓這一群球員使出渾身解數 冒險在空中拼搏 看到降落傘打開這一幕 答案揭曉 原來這支廣告是由可樂大廠和披薩品牌贊助拍攝 那手筆請來美式足球 舊金山49人隊的兩位傳奇運動員 克拉克和蒙塔納從空中一路拍到地面 拍攝前製作團隊演練多次 包括從足球頭盔看出去的視角 還有高速攝影機的擺放位置 為了拍出最完美的畫面 角度一橋再橋 光是空中拍攝就花了三天 趕在太陽下山前結束 第四天來到地面拍攝 白座體育場鋪上草皮畫線 改裝成如假包換的足球場 這座團隊沒有透露拍攝成本 以及超級球星的酬勞 最後收工送上可樂和披薩 皆大歡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運動是專業 而帶著什麼樣的專業進到職場 很多人大學畢業之後都還一無所惜 日本觀察到了他們年輕人也是這樣的 所以有些人沒有辦法透過面試 進到一般的公司上班 但也不代表他沒有才華 這時候怎麼辦 他們開始去排班開計程車 但是如果很拼的話 一個月會有大概14萬左右的收入 日本的社會新鮮人 通常大三就要開始找工作 不分男女穿著死板的黑西裝 到處聽說明會寫履歷地申請表 在經過漫長的面試關卡 最後好不容易拿到一間公司內定 就一輩子好好幹 絕不親眼離職 企業為了搶人更是各出其招 至今擁有6500名員工的東京計程車公司 司機平均年齡超過50歲 60歲以上的更佔了三成 要解決駕駛高齡化的問題 就要想辦法納入心血 但是立志開計程車的年輕人 是要去哪裡找 過去他們每年只聘十名畢業生做儲備幹部 三年前他們打破傳統 開始大量徵求應屆畢業生當駕駛 兩年前他們套用日本版冰雪奇緣主題曲的歌詞 推出帥職徵才計畫 給每一位應徵者平均30小時的時間 充分表現自我 太過於帥職慘遭企業淘汰 卻被計程車公司視為可造之財 現在當上人事主管的親目 就是希望能找到求職市場的遺珠 當問獎的Rocker感覺就很熱血 前年進公司的安田其實一直懷抱歌手夢 儘管畢業前跟同學一樣開始找工作 但因為求職動機不夠單純 屢屢被企業打槍 只要計程車公司表現出支持他追夢的態度 才終於被錄取 謝謝 謝謝 公司薪資採抽成智 即便是新人只要夠拚 有的人一個月可以賺50萬日元 相當於14萬台幣 當初公司願意錄用他 就是看準他玩團需要資金 一定會很認真打拚 安田則是看上排班制的工作形態 比如他現在是負責下午3點 到隔天早上11點的時段 從下班到下一次出班 中間有28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讓他可以充分兼顧鍊團需求 雖然說有夢最美 但沒有夢想也是一種生活態度 剛本一平27歲 比其他應屆畢業生要年長一些 因為他大學忙著在餐廳打工 念了8年才畢業 在外頭被當成草莓族 但計程車公司卻看出 他能夠專注於眼前事物的特質 其實剛本應徵過30間公司全部失敗 本來以為只能繼續在餐廳打工糊口 沒想到能遇見懂他的博樂 兩年來這間計程車公司 錄用了300名社會新鮮人做正式員工 今年也打算再僱用150人 因為他們相信不擅長求職的人當中 一定也有人才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很多台灣民眾去大阪旅遊 我們等一下帶您找隱藏版的好店 美食有500多種吃法 好 一個最新的消息 我們一起來分享一下 說人的思考會敵不過人工智慧嗎 我們看到了今天在韓國的四季酒店裡面 一場世紀大戰 這一場奇王大賽就是 那麼Google的AlphaGo 就是人工智慧 要跟韓國的圍棋冠軍李士時 他是一個九段的高手 拿過18次世界冠軍的 來對陣一下 那李士時被稱為是 人類智慧最後堡壘 結果要比五場 剛剛已經確定了 在這一場比賽當中 李士時是已經落敗了 好 這個比賽要一直到3月15號 大家說了第一場輸 Google人工智慧贏了這一場 感覺人類有點掛不住面子 好 那另外再來看的是 兩個平常一起合作的工作夥伴 在一次意外當中 一個變成了救命安全 記者正在連線沒搶到 一輛白色轎車失控猛衝 直接朝記者撞上 仔細看當時記者站在路口 突然間這輛白色轎車失控爆衝 迅速逃人直接撞上 美國舊金山電視台KTVU記者 星期二早上正在加州的阿拉米達郡 報導火車出軌事故 當時他人站在交叉路口 進行現場連線 但後方一輛白色轎車 失控撞上另一部灰色轎車 直接朝人行道爆衝 還好記者閃得快躲過一劫 我只是想要謝謝Chip 謝謝兄弟 你沒事吧 謝謝 你害怕 你害怕 鏡頭前不時摸臉擦去淚水 看得出來餘悸油存 棚內主播還要他先休息 緩和情緒 記者也在現場喊話 要老婆不要擔心 還好當時攝影記者激緊大叫 才讓他驚險脫困 只不過這千鈞一法 恐怕還是會讓這位記者永生難忘 訂閱新聞 綜合報導 接下來美食連線 我們帶您到台灣人非常喜歡的日本大阪 除了道頓爵 海門市場之外 其實它的巷筒裡面有很多隱藏版的美食 例如這家店 它的義大利面也可以有500多種吃法 超大顆扇貝 超肥美河豚 到大阪日本喬一帶 除了去黑門市場吃好料 小巷裡也能挖到許多美食 先來看看 手間的生餅 從日本喬站往南坡站方向走 千日喬商店街的小巷裡 藏著這間相當特別的義大利麵店 提供四種麵團 有原味 蛋黃麵 辣味 海苔 另外有9種麵條 15種醬汁可選 總共能搭出540種吃法 500多種吃法 這道是老闆首推 蛋黃扁麵配奶油白醬 撒上帕瑪森起司 最後再淋上奶油起司醬 這道是濃濃的 這個麵是很脆的 所以很黏的 接著同樣從日本喬站出發 跨過道頓絕運河 這家深夜食堂 從傍晚6點開到清晨5點 店內招牌牛排凍飯 一大片A4等級黑毛和牛 大火快煎 再用白蘭蒂提味淋上特製醬油 配著熱呼呼的白飯 深夜來上一碗超級幸福 再來到南坡地下街 小小的麵包店看似不起眼 但這款白吐司可不得了 一天只出爐10條 強調不加一滴水 只用牛奶與鮮奶油 並加進高檔愛許奶油製成 一條1000日圓 將近300台幣 比日本市售的普通吐司貴了10倍 但Q彈口感讓許多人一視成主顧 TV日新聞綜合報導 而真的行萬里入 瑞士有個女探險家 她用自己的雙腳走了16000公里 北半球走到南半球 她是從西伯利亞出發 經過了戈壁沙漠 走過了大陸 到了遼國泰國 再到澳洲 途中吃野生動物 自己扎營 她說就在追求一種人生視野 我為了冒險 是追求一種人生視野 然後你不知的最後 未知的旅程有多吸引人 讓一位樂天的瑞士女孩 花了三年時間 從北半球橫跨南半球 一個人徒步行走了 一萬六千多公里的窮山二水 穿破八雙劍走鞋 我從西伯利亞到澳洲 到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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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中國 到拉奧 三年行走萬里 用幾秒鐘就輕鬆講完 她就是現年43歲 瑞士探險家沙拉馬奎斯 舉手頭足都散發十足的好奇心 馬奎斯的冒險精神 其實從幼年就開始潛移默化 出生自瑞士北部山區的一個小村莊 馬奎斯的童年回憶 竟是爬山賞鳥野外遊玩 八歲就自己帶著一條狗 到山洞裡過夜 長大後馬奎斯的志向更遠更大 總算在38歲那年 踏上漫長的冒險旅程 你好 今天是20月20日 20日 我非常幸運 因為我們走到西伯利亞 這是我的距離點 背上背滿生活必需品 後面還拖著一台小拖車 看起來不怎麼起眼 卻是馬奎斯旅程中最重要的配備 快跟自己一樣種的糧食庫 翻山越嶺也要拖著跑 我正在煮一些奇妙的麵 你看看 我肚子 那裡有什麼事 看 它是雪 將白白的麵糰放入自己生活的鍋子裡烤 成了寒冬裡最美味的熱食 這是在中國大陸食的一餐 換到了乾燥的澳洲沙漠中 最符合當地的覓食方式 就是直接就地取材吃野味 飽餐一頓想喝水 又找不到湖泊溪流的時候 只能祈求天空作美 山不轉路轉 馬奎斯強烈的求生意志 讓他最後總能絕處逢生 而這種宛如六萬年前 原始人類的生活方式 正是整趟冒險中 馬奎斯最想挑戰的 重重困難 除了尋找食物之外 還會碰上生病 發燒 還要讓自己不崩潰 也是極大的挑戰 所以你在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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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當然是哭了 然後我到我的棚裡哭了 當旅程結束後 我身上有這種混合的感覺 我真的很憤怒 那是最後的 我不會再睡在地上 我不會再做小小的茶 三年來的無價回憶 馬魁斯已將它集結成冊出版 他最想傳達的是 任何人只要有心 都能完成這趟旅程 並且繼續探索未知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也是超有益力的 用雙腳在雪地裡踩啊踩 踩出雪地裡的麥田圈 男子雙腳用力在雪地上踩踏 留下明顯的足跡 鏡頭拉遠 竟然出現了巨大的雪花結晶圖案 它有像一個蝴蝶 然後你再加上更加更加 這就是完全的確實 可以製作雪花 英國藝術家西蒙貝克 把一望無際的雪地變成畫布 巨大的圖騰 所有線條都經過精準計算 甚至出現複雜對稱的 幾何圖形媲美麥田圈 而所有作品都是靠它 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 我當年9歲 我父親們都來我去英國 去看雪花 幾天在冬天 這是很棒的經驗 貝克的第一幅踏雪創作 是十年前到法國滑雪無意間完成的 當時他是一名定向製圖員 原本就有很好的空間感 和精準測量技巧 他創作時都會帶著地圖和指南針 才能確定踏出的每一個腳步 都在正確的方向 壯觀的踏雪創作 有六個足球場大 貝克走了三十公里 平均每一個作品要花十二個小時 才能完成 如果它會有幾天 然後它會有幾天 然後它會有幾天 千辛萬苦完成的創作 可能一場大雪就化為烏有 但它堅持每一個細節 十年下來累積超過150件作品 讓人看為觀止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走過一百年來看 B&B最近在慶祝他們的百年生日 那麼在這個時候 大家去回溯 原來以前他們是生產飛機引擎 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 才開始產車 可是因為一次的判斷失誤 他們曾經面臨破產 還等著賓士收購 沒有想到現在 其實它的營售已經超過賓士了 大概是2.8兆台幣 賓士最近倒也打出了一個廣告 看似在祝福BMW 但有點酸 從老爺車 金龜車 復古的扁扁方頭車 再進化到我們現在熟悉的高級轎車 車子外型千變萬化 唯一不變的 是這個藍白相見的螺旋槳標誌 BMW用這支影片 慶祝建廠一百周年 有一百年歷史的汽車大廠 在全球沒幾家 同樣出身德國的老對手賓士 特別拍了溫馨影片 謝謝BMW一百年來的競爭 很難想像 文明全球的汽車大廠 當初的業務跟車完全沒關係 二次世界大戰時 BMW的主要產品 是為德國空軍製造飛機引擎 直到戰爭結束後 才開始轉向 開發重機和汽車 美國市場雖大 但並不好拿下 BMW推出兩款小車 沒對到美國人 愛中大型車的胃口 一步走錯 瀕臨破產 還差一點被賓士買下 中型車大賣讓BMW站穩腳步 接下來推出了轎車 修旅車都創下銷售家機 也奠定了BMW在美國的高級車地位 近年來BMW致力於創新 打造了電動車i3 搭上環保風 強調永續發展 新7系列的新車系列 而这一辆流线型跑车 是BMW迎接下一个100年的概念车 概念车前后采用蝴蝶门设计 风阻系数只有0.18 仪表板中间的智慧型按键 能够依照驾驶需求自动执行任务 BMW要用这一辆充满未来的概念车 朝下一个100年前进 TVB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吗 说宾市拍了一个广告 那看起来是在祝福BMW 因为看到了这个广告当中出现了BMW 可是又有宾市头框 它只是谢谢你跟我竞争了100年 但是我前30年很无聊 意思就是BMW不要忘了 我还是老大哥 我130年了 还说欢迎他们去参观宾市的博物馆 有送小礼物 那另外再看到了 这也是点名互嗆了 是在素食业 是麦当劳对上了Burger King 那麦当劳在广告里面 就讽刺人家说店开得很少 我们有千家店 结果Burger King 帮麦当劳拍了续集 我们来看看 你看到这画面当中出现了一长串的路牌 就嘲笑说汉堡王数量很少 现在要开258公里 才可以找到一家店 那么后来汉堡王就拍了续集 他们车子是进了麦当劳得来素没错 但只点一杯咖啡 然后告诉店员说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 意思是说我们会等258公里之后 再去汉堡王消费 就是汉堡王帮麦当劳所拍的事情 其实消费者各有所好 但这样的过招广告双方的曝光率 其实也都因此尽强 等一下接上来看日本的观光特色 泡温泉的猴子 其实他们本来是被猎杀的目标 为什么 战胜大国民继续到日本 长野有一个猴子泡汤的公园 大家一定不陌生 那你们知道吗 其实本来他们是被人家猎杀的对象 后来才被保护 看看猴子泡温泉的表情 似乎非常享受 日本长野县山枝内丁的地狱谷野猴公园 以猴子雪中泡汤闻名 当年是美国Life杂志的这张封面照 一举把雪猴推向世界 去年吸引了六万外国观光客 慕名而来 每天早晨 在工作人员哨音通知下 猴子们才下山吃早餐 其实五十年前 因为猴群破坏农田 曾经被大量猎杀 为了保护猴群 开始有人专门喂养 逐渐建立起这个山中乐园 由于游客可以跟猴子近距离互动 工作人员生怕出乱 不敢大意 因为经常一个不留神 就发现有人在偷喂猴子吃零食 抢拍猴子可爱模样 总有人会得意拿出自拍棒 殊不知被猴子乱抓才叫恐怖 刚入园工作三个月的赤语 为了扮演好纠察队的角色 休息时都在苦读英文 尽管观光客络绎不绝 公园里只有五名员工 从卖票 喂食到清扫全部包办 有时候忙得巴不得猴子们也能来帮忙 这个人口只有一万三的小地方 观光客偏好冬天前来是为了滑雪 附近的智贺高原堪称是日本最大的滑雪胜地 19个滑雪场飙高都在1300公尺以上 雪之松软是一大特色 搭乘缆车来到飙高2300公尺的横守山顶 天气好的时候还能远眺日本北阿尔卑斯山的景色 为了方便越来越多外国滑雪客 去年这里开了这么一间专卖crumpet 英式烤面饼的山顶咖啡厅 在松软的饼皮上 加上cream cheese和长野盛产的苹果酱 是推荐的在地吃法 来吧 蚊子都很温暖 温暖和非常美味 普通的餐厅有烤饼 拉麵 饼 饼 这很特别 特别跟英国人拜师学艺的老板 希望道地的英式烤面饼 能够让老外滑雪客 吃着习惯的口味 欣赏日本冬天的雪景 看了猴子滑了雪 晚上再回到有1300年历史的温泉老街住宿 抓紧冬天的尾巴 期间限定的灯笼季 其实是为了刺激观光客 留在当地住宿的花招 只要在咖啡店点一杯现煮的苹果酒 老板就会免费提供材料 教你怎么做灯笼 山上的雪 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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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CEO 第一名是女明星 明星 那是甚麼 她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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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上升 何志願素顏現身影片中 開心地拿出保養品 仔細地一一介紹 但她不只是代言人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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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是何志願在去年 創立的化妝品品牌 獲得女性同胞的熱烈迴響 其中一款明星商品 果凍面膜 甚至在購物頻道 熱銷超過6萬套 創下高達韓幣60億元 大約台幣1億6千萬的銷售額 榮獲韓國節目名單公布統計 演藝圈經營副業最成功的CEO 幾下劉雅仁和蘇智謝 位居第二名的劉雅仁 自己和朋友開設創意工作室 還設計潮牌T-shirt 一推出立刻引起話題 在演藝圈人員超好的她 也找來好朋友 宋慧喬和宋仲基穿上 成為最有力的宣傳人 至於季軍蘇智謝 則是2011年以加盟商身分投資 並親自代言咖啡廳品牌 不管是營運企劃還是店內裝潢 就連菜單都情理輕微 不過蘇智謝 與品牌合約 已經在2013年正式結束 還有韓國天團B-Ban老妖順利 也在2011年收購自己 出道前所就讀的舞蹈音樂補師班 在韓國各地都有分校 藝人靠知名度開設副業 不只粉絲朝鮮購買 也更能多方面拓展 TVBN新聞以等於林指揮綜合報導 上海迪士尼現在開始爭彩 那麼距離他們的開幕倒數100天 那麼也公佈了園內的實景照片 月底就要開始賣票了 大家看到到底噱頭有什麼呢 包括了這個奇幻童話城堡 號稱是全世界迪士尼當中最大 同時是最高也最具有互動性的 夕陽斜照上海迪士尼城堡 營造不一樣的風貌 樓高69公尺20幾層樓高 號稱是全球最大 距離營運倒數100天 官方首度曝光園內實景照片 包括全球獨家的海盜主題園區寶藏灣 以及遠古部落打造的探險島 有著高速刺激雲霄飛車的明日世界 還有小熊維尼7個小矮人 以及歷史人物花木蘭 中國元素在樂園裡邊也是隨處可見 遊客可以重溫花木蘭等 諸多經典故事裡邊的場景 持續炒熱上海迪士尼話題度 官方在保持神秘感之外 擠牙膏式的一點一點曝光宣傳 先是這個月初公布官方宣傳片 接著3月8號再發布園內實景照 因為3月28號門票就要開賣 6月16號迎接開幕日 人而從新建到即將營運 上海迪士尼好壞評論不斷 有網友批評園內的花木蘭像山寨 被寄予厚望的地鐵設計 先前也被吐槽沒有其他樂園的夢幻感 少了迪士尼人物的卡通元素 整體中規中矩達不到理想效果 上海迪士尼營運倒數計時 各界關注之餘 每個環節都備受檢視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台灣才有看到早上8點19分 出現了日偏食 從出窺到復原大概兩個小時的時間 台南高雄屏東肉眼都看到了 太陽吹一角像被咬一口的餅乾 也像一把扇子倒過來想像 會像是女生敷眼睛的眼膜 日偏食在上午8點19分左右出窺 9點15分日偏食的缺角最大的時候 在高雄天氣好可以清楚看見 缺了一口對不對 學校老師機會教育 用圓形的器具讓太陽照射 手指一下這邊有缺角 右上方有缺角來 反射在紙張上也會缺個角 他就變成眼睛了 現在小小兵看起來有沒有像在睡覺 小學生都覺得很驚奇 不斷嘗試不同的物品 日食是月球在軌道上公轉運行時 剛好進入地球與太陽之間 遮住陽光 形成了太陽彷彿被吃掉的天文景象 上一次台灣出現日食是在2012年的5月 下一次要等到2019年1月才會再看到 氣象局提醒民眾 觀賞日食的時間不能太久 務必準備剪光眼鏡或是曝光過度的底片 來保護眼睛 千萬不可以用望遠近 以免眼睛受到永遠的傷害 天月新聞綜合報導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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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